第四期的安杰丽娜 离婚软潮艾第四期的安杰丽娜 一生诊断不能怀孕 没想到她不但怀孕 还顺利产下健康的孩子 不要 但最厉害是我们 安杰丽娜用妈妈心 也爱补天下的孩子 为自己孩子补习时 也同时照顾弱势家庭孩子 拥有大学文凭的她 感念父母栽培 但要把父母资产 能够有福利 我们不可以给予物质 我们不可以给予物质 也不可以给予物质 爱也跨越了宗教繁离 此期志工持续关怀 提供生活补助 陪伴信奉基督教的安杰丽娜 持续面对癌症治疗 大约新闻迪马斯 一山立万 印尼报导